真的很难想象 九斤重的羊粪居然只卖十多块钱 羊花实在是太舒服了 大家好,我是佛山阿花将 还记不记得这个品牌的羊粪蛋 去年我是一次性订了六包 拿来给秋天给植物打底肥的 今年我又问商家 有没有去年那么大的优愧 但商家说 没有了,今年不搞这个活动 但今年有一个新品种 这个品种把羊粪彻底的破碎了 变成小颗粒了 更适合拿来家庭种块养花 为了养花,为了给植物打底肥 我就特意订了一包,打开了 给大家看一下 今年的这个新品种 新的羊粪 是不是比去年那个羊粪还要好 到底这个是不是秋天养花的真羊粪 你看啊,今年有点不一样 去年它直接写着发酵真羊粪 今年它不写了,就搞了个下雨天 不知道什么意思 反正从这个上面我是很难判断这个是羊粪 你看这个标签我是刚刚撕下来 这个袋子也是刚刚打开了 我们看看这个羊粪到底怎样 你看今年这个羊粪 这个是17块钱 16块9的羊粪蛋打破碎好了 你看,变成这样子了 摸上去远绵绵的 破碎的很不错 当然也是偶尔能看到呢 一些羊粪蛋的颗粒 这个乱掉了,你看 这个羊粪蛋的颗粒 它已经把它彻底的弄碎了 怎么判断一个羊粪是真羊粪 还是假羊粪呢 去年的这个羊粪蛋是最容易判断了 拎出来一看 这个真的是羊粪蛋 因为非常的干燥 颗粒感非常的不错 闻上去一股草的味道 但今年这个呢 它把它破碎了 那这个是不是真的羊粪呢 首先我们撑一下 这个到底是不是酒精重 自从我老婆知道 我把这个撑面粉的撑拿来撑羊粪 它就彻底的放弃了这个撑了 直接留给我使用了 我把它去一下皮 撑一下 袋子比较大 可能不怎么稳 我们尝试性吧 你看 4.4800克 这个重量可以是吧 4800克接近了10斤重啊 虽然它卖的时候写的酒精 但实际倒扩是接近10斤了 取一些羊粪过来看一下 来 这个就是羊粪 首先我们怎么判断这个羊粪真与假 我们从材料上面看 羊呢因为它吃草 所以它很多植物纤维 你看 这里都是植物纤维 甚至有一些 你看这些树皮 这些东西 甚至我们呢 由于羊粪是破碎的 从颗粒上面能勉强的找到一些 还没完全破碎的羊粪 你看 前几天羊是吃草的 里面含的土量应该很少 所以沾到手上的羊粪呢 我们只需要简单一搓 手就变干净了 当然除非你的手是很湿润的 另外一算 你看 很干燥 我们闻一下这个羊粪 到底有没有羊粪的臭味 没有了 发酵好的羊粪呢 吃一股淡淡的土的味道 里面已经没有那个羊粪的烧味了 这个羊粪怎样拿来使用呢 大家告诉我说 这个羊粪呢 有三种的使用方式 第一种是直接挖开土壤边缘 花均边缘 挖开土壤边缘 大概两到三厘米左右深度 把这个羊粪呢 给剥下去 把土壤重新盖上 浇上清水就完事了 这是第一种使用方法 第二种使用方法呢 是直接泡水 泡完水之后 取那个水溶液 拿来灌溉 薄肥 第三种使用方法 是直接拿去 撒在花盆表面 这个特别适合的种菜 或者是一些小盆栽种植 比如种草莓 就可以直接撒在花盆里面了 这种方式呢 也可以 由于这个是颗粒比较小的 而且经过发酵 我们不需要再担心 羊粪使用的时候 会出现什么问题 我没记错了 去年那个羊粪丹 按照9斤到10斤重的重量呢 也跟现在这个价格差不多 甚至比去年呢 还要便宜一点 最重要是 这个羊粪呢 已经完全破碎 去年的羊粪丹 我是不敢直接撒在花盆表面 但是这个羊粪呢 已经破碎好 最重要是 闻上去 已经没有那股羊的烧味 以及臭味了 所以这个羊粪丹 在使用上面 会比去年呢 更加简单 而且有效 秋天呢 是给植物打底肥的时间 给植物换盆换土的时间 老是准备好足够的肥料 能让你明年的果树 挂更多的果 开更多的框 如果麻烦 真的在家里呢 可以背上一点 我呢 又在网上下了五包的丹 因为呢 每一年秋天呢 我大概会用掉 大概六包左右的羊粪 大概六十斤左右的量 好了 今天啰嗦到这里 我是佛沙阿科匠 感谢大家 拜拜